花蓮县政府主办109年度各宗教花蓮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11月28号即将展开 也欢迎花蓮的乡亲一起来参与 24号县长徐真伟特别举办了记者会上 祈求天佑花蓮福泽花蓮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相关的活动 花蓮县政府109年度各宗教花蓮祭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即将在28号登场 24号活动记者会 现在许真伟曾是邀请乡亲共襄圣举 祈求天佑花蓮福泽花蓮 现在许真伟提到各宗教花蓮今天祈福祭绕境活动 今年已经满入第11个年头 宗教祈福活动提供了人民亲临的慰藉 促进整体社会的安享和安宁 感谢上天对花蓮这块福地眷顾 也感谢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云书民主灵 一贯道等等宗教团体共襄圣举 引领花蓮乡亲共同感受到祥和的力量 也感谢宗教带给乡亲安定富足的心灵 让这块土地充满祥和与其爱 让花蓮除了幸福而且享受圣恩 享受我们这个整个节庆 另外在祭天祈福以外 在祭天祈福内我们更感谢全县的各宫庙 大家一起共同来绕境 而也让我们花蓮陷阱都能够有佛恩普照 让我们花蓮的陷阱都能够感受到 今年有不一样的祈福的仪式 那在无论是在开闭幕有这个幸福 有寿陶以外也有我们的平安米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再一次真为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公庙 各堂的堂主 公庙的公主以及董事长 主任委员还有我们所有信众大人 以及各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我们的神父及修女们 我相信在台湾这块宝地上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让整个经济下滑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依旧感恩 现在的中央政府和我们的地方 都能够将我们的疫情这个排除在外 而让我们都还能够很自由的在街上行走 很自由的在上学 很自由到上班或者到餐厅去 我想在现在世界上很多都已经封城 甚至都没有办法出门 台湾算是一个非常幸福 而且非常幸福的地方 圣诞节的同时也均居宗教节日 以及文化节庆活动已在12月号陆续展开 由美轮清新会与幸福共同主办的 幸福圣诞城系列活动 从美轮地区开始 幸福府前史料公园 搭起全县最耀眼的圣诞树 欧峰市集 白灯塔公园以及美轮清新会的圣诞光雕秀 市集 花园市迪路的圣诞大道 南区圣诞市集等等系列主题活动 记得交易花园了 欢迎订阅 品芯